美洲貿易戰火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川普的後院有多一顆未爆彈 我們說的是敘利亞 土耳其的問題 我們給大家看到 從通污案到彈劾的種種壓力 發動攻勢的當然就是 眾議院的領袖裴洛西 現在對川普來講 跟他兩個人真的是 像是冤親債主一般 你看 這兩個人居然對上了 在白宮的圓桌上 裴洛西在這裡 川普在這裡 他們在討論敘利亞問題 該如何善聊的時候 真的面紅耳赤 川普16號在民主黨人的 這個討論的會議當中 雙方是不歡而散之後 川普在Twitter貼出了這張照片 他說裴洛西是神經兮兮崩潰的人 他為什麼講出這句話 其實在此之前 兩個人互相攻擊對方 裴洛西攻擊川普說是崩潰的總統 川普回擊裴洛西說你是三流的政客 兩邊話都說得難聽 你看到這張照片 把白宮內部的家醜讓全世界都知道 你說這不是冤親債主 什麼才是冤親債主 兩個人互思 川普急不急 他急死了 想方設法要趕快在美中貿易戰火當中 取得了加分的效果 要要一些東西回來 趕快談妥 所以川普週三在白宮記者會上他說了 可能在11月份就在智利的IPEC峰會期間 跟習近平簽訂貿易協議 希望能夠快快就13輪白紙黑字 把它落定下來 他很急 中國大陸的態度 我們來看到商務部 他們的發言人高峰 高峰就說了有點雨傘關鍵的味道 他不急 他氣定神閒 他說最終目標是停止貿易戰 取消全部加徵關稅 狠的是後面這一句 我要這個奇遇免談 請莫華科帶我們來看到 相對於中國大陸說 要談可以 我們也準備好了 但終極目標是取消 我只要這個 他是川普說 趕快趕快13輪談一下 一個急 一個不急 到底英雄比氣長 誰比較有底氣 當然中國大陸一定要要價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簽署協議 那我總不能說 你說什麼就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說我也要喊出我的價碼 我的價碼當然就是說 要把這些關稅全部打消 因為別忘了 川普現在是只是10月15號 那個2500億美金的商品 不加徵關稅到30% 但事實上現在還有25%的關稅 以及12月15號 因為1600億到底會不會加徵關稅 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說中國大陸 當然不希望被川普牽著鼻子走 所以說雙務部用這樣的回應 是很合理 因為川普現在 就像您剛剛所講的 後院在著火 跟裴洛西剛剛那兩個人 這個對話 簡直就是已經 看起來有點像黑道在互嗆了 有沒有 兩個人家起來緊碎的人 互相說是三流 你說你是三流政客 對 然後裴洛西說 你這個精神崩潰的總統 有這種事情嗎 為什麼 因為兩個人四個字叫做薪酬就恨 為什麼薪酬就恨 其實敘利亞這件事情 講真的 搬不上檯面 讓這兩個人翻臉 真的讓這兩個人翻臉是彈劾案 所以彈劾案 才是現在川普最大的麻煩 因為現在所有的證據 都直指川普真的有 這個嫌疑重大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講 就說為什麼 這兩個人會翻臉到這種程度 那當然 川普最新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土耳其的問題 今天最新的消息 重磅消息 美國居然跟土耳其達成了協議了 美國副總統彭斯說什麼 旭亞停火五天 為什麼要停火五天 讓這個所謂的 旭利亞的在北邊的 這些庫德族可以撤退 但是土耳其好像不是這麼說 他說我們沒有要停火 我們只是暫時不進攻而已 兩邊的說法其實是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說川普當然要趕快 解決這個土耳其的問題 因為看起來這個問題 會影響到他整個外交的 現在目前的一盤棋 好 那最新的一個消息 就是川普寫了一個信 給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 就這封信 這封信更像黑道的一個宣誓 我不知道 今天有沒有看到 他怎麼到處在口嚇 到處在罵人 我唸一下這封信他怎麼說的 這個川普自己把這封信 他自己洋洋得意公開出來的 照來講這種信是很私下對不對 總統對總統 他說讓我們好好談個協議 說我跟你 艾爾多安好好談個協議 他說你不會想負起屠殺 數千人的責任 我也不想負起摧毀 土耳其經濟的責任 但是我會 這有沒有 第一句話就要恐嚇你 你如果不撤軍的話 我就要摧毀你經濟 有這種事嗎 那最後他說什麼 他說你艾爾多安別當個硬漢 別當個笨蛋 這個實在太白話了 你是把人家總統變笨蛋 對他說你不要當硬漢 不要當笨蛋 你就要接受我的這個要求 我晚一點會打電話給你 我寫信跟你講 你不要當硬漢 你不要當笨蛋 我晚一點你小心一點 細節我們見面說 我晚一點打電話給你 你給我記述你小心一點 那這一封信一公布出來 整個美國的政界 包括美國的這個網民 語論華籃 說總統怎麼像三歲小孩子 怎麼會寫這種信 這好像不太像是總統 對總統的信對不對 可見川普現在 真的是很急了 就是說一方面彈劾調查的問題 一方面現在整個 國際政治的問題 因為序里亞撤兵是他決定的 大家都會抨擊他說 你為什麼要從序里亞撤兵 搞得現在這個 中東問題更複雜 好 那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算是 對川普來講小差一疊 真正的大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這個緊急檔口上 美中會大家修兵 在貿易戰上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通污門 你知道現在目前 美國的眾議院 正在扮演檢察官的角色 積極的傳喚證人 收集證據 在調查通污門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他們證據收集齊了 那這個眾議院 如果減單多數通過彈劾案 馬上送參議院 變成是要法庭來審判川普了 這個事情就是變很嚴重 那最新的消息 越來越大條 像滾雪球一樣 你知道美國能源部長 裴力也捲進去了 裴力也捲進 這個不是只有元首 單方電話施壓而已 對 這個裴力是川普的body body 你看這兩個人很親密的 那這個裴力 為什麼會捲進這件事情呢 他今天已經宣布辭職了 而且川普也證明他辭職了 因為裴力有可能涉及到 就烏克蘭一家非常大的 國營天然氣石油公司 裡面的利益輸送案 而這件事情呢 跟川普的私人律師 那個朱利安尼有關係 而且呢 這件事情 可能最後也會牽扯到川普 所以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川普基於國家利益 或者是選戰這麼單純的 所謂的打擊政敵而已 已經是權跟錢 嘎在一起了 沒錯 那你跳到黃河洗不清了 現在有很多人講說 你川普是不是真的也是在 烏克蘭這邊想要撈油水 因為這個消息是指出 裴力涉案甚深 所以為什麼裴力趕快辭職 這個事情已經燒 這個火燒到能源部去了 這個事情越滾越大了之後 對川普非常不利 那其中有一個人非常關鍵 這個人叫做朱利安尼 這個人是檢察官出身 曾經當過紐約市市長 現在是川普的私人的律師 是 那這個人被 已經被川普fire掉的 國安顧問叫波頓 形容為什麼 他是一個good name 他是一個手榴彈 不定時炸彈 他說這個人會把我們所有白宮的人 全部炸得粉身碎口 他到底搞砸了什麼 因為他涉及到通污門 非常的深 因為所有白宮 甚至美國國務院的 這些高級官員 在烏克蘭這件事情上 全部要跟他匯報 你說有這種事情嗎 怎麼會讓一個私人律師 介入到國家的 對外的外交政策上面 所以說這個人知道太多事情了 那這個人一旦被扯出來 現在整個通污門的事情 已經是越滾越大 所以我們看到了 川普的後院 這個衛爆彈 一個挨著一個打 他壓力大的不得了 他想方設法 要從中美貿戰得分 那前提是英雄筆氣場 蹲馬步 川普現在沒有馬步好蹲了 後面的人拆彈都來不及了 那習近平這邊呢 好 那習近平這邊 其實也沒涼筷子 他的問題也很大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 現在整個經濟數據的問題 如果以最新的 進出口總值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到9月最新的數據 雙雙大幅衰退 一個衰退將近一成 這個在出口的部分 然後進口也衰退3.2% 其中最嚴重的是什麼 9月對美國的出口 你知道衰退多少嗎 我們剛剛講說全面衰退 是8.5% 對美國衰退了22% 所以川普的關稅 就起了作用了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整個經濟 可以講說叫做美下育礦 你可以看到 他的PMI一直從今年的5月以後 一直是維持在50以下 大家都知道 PMI在50以下是代表經濟萎縮 另外他的整個出口進口 全部都是在往下掉的一個狀況 你說北京現在有涼快嗎 當然不涼快 當然現在北京也很急 另外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叫做非洲豬瘟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中國大陸 現在連海南島已經全面淪陷 甚至現在連韓國都已經淪陷在非洲豬瘟上面 東南亞現在連菲律賓這些地方 全部都已經淪陷 所以非洲豬瘟這件事情造成中國大陸的租價 你可以看到漲多少 漲了是一倍 這個數字是中國國家統計局說漲七成 我跟各位講事實上絕對不止 現在目前的民間的零售豬價 漲了比今年初豬豬多了一倍 我聽說他們那個水餃味道都變了 為什麼 裡面沒有豬腳肉了 漲到天價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講說養豬是暴力行業 但是你豬能要養的活 這個是蛋輸在後面 你豬要能養的活你就是暴力 所以說整個豬肉的問題也很嚴重 民生物價現在目前整體CPI已經來到3% 好 那怎麼辦呢 就是在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沐浩哥提供給我們一個數字 到今年底之前 短缺的這個所謂的豬的這個用量 有1000萬公噸 對 那現在目前北京手上所掌握的 有國家的這個庫存就國家的洞存才100萬噸 那俊項你覺得夠嗎 所以說這個問題非常困擾北京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那勢必要進口美國豬肉 那勢必進口美國豬肉順水推舟 我就跟你買盟產品買個500億 我就跟你達成協議 所以兩邊都有需要 另外我們來看到它這個工業的狀況 也很糟 工業生產指數 我們剛剛講CPI 消費者指數漲到了3% 近幾年來的新高 另外工業生產指數 跌到了3年來的新低 3年來的新低 各位可以看到工業生產指數 PPI 跌到了負的1.2 而且持續的下滑 這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中國大陸的製造業 現在是越來越困頓 因為PPI這個數字 反映的是製造業的情況 它只要往下掉 就代表我的生產者的這個價格 我的利潤越來越差 所以說現在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叫做蠟燭兩頭燒 消費者物價指數高漲 老百姓在民生消費上面 越來越壓力 但是在整個工業製造業的情況 是持續的往下滑 那你說北京頭痛不頭痛 所以最後我這樣問 就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就是川普有拆不完的衛報彈 可是在北京這一頭 它的經濟下行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那13輪談判誰能夠佔上風 對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上 大家記好11月16號17號 這兩天非常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天是亞太經合會的 領袖高峰會 APEC一年一次舉行 今年在智利 那習近平跟川普兩個人要再次會面 所以說在這個會面上面 非常有可能因為雙邊都有需要 去達成一份協議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美中達成協議的機會是越來越大 那至於說這兩個人誰能佔上風 我覺得現在對這兩個人來講 恐怕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我們趕快先握手言和 解決我們自己家內的事情比較重要吧 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問題留在後面再說吧 ис特意 standard 對於要求人家的社會 我們 JWT的母親 我們要接受在這幾個地方 就出來說 我們必須為一人的解決 我們兩個人來講 你們兩個人來講 你們兩個人來講 我們兩個人來講 我們兩個人來講